因为一万多元的债务 大胆地在路边动手 嫌犯跟朋友开车 行进新北市戏纸区 在路上巧遇被害人 由于两个人有债务纠纷 嫌犯气不过对方不还钱 车子一停就直接持棍棒 冲上前痛殴 打完人之后还开车逃逸 警方前后包夹成功拦捕 注意发射 注意发射 夹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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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持通 嫌犯叫车路上传速狂飙 要把警车甩在后头 警方紧急呼叫无线点支援 终于在路口前后包夹 多会逃还是只能乖位下车 包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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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手举高投降 警方不敢大意 车上还有同伙 拉拉后车门总共发现两男一女 嫌犯宣称与朋友去吃饭的路上 行进新北市戏纸区 仁爱路的时候巧遇被害人 嫌犯早就不满被害人 击欠他一万三千多元 看到他站在车子旁与朋友聊天 立刻持棍棒冲下车通殴 造成对方脑震荡 肩膀手臂都有受伤 警方锁定车辆后 对方却拦查不停 追了十分钟左右 成功包夹逮捕 当场逮捕犯写 一 妨碍秩序 公共危险等罪宋办 宋办得不止一人 警方意外发现 车上的一名白姓女子 还是被逝林地院 发布少年协群人口 一并带回归案 接着王湘黄运晶 新北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